习近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北京时间10月18日 中共十九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此前中国官方定义的中国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说 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 总体上实现小康 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日益增长 习近平表示 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习近平强调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不过 他同时强调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没有变